雪花整整飄下 雪果景色 讓人彷彿置身仙境 剛好停在這邊就除雪 就馬上下雪 真是太棒了 從海拔三千公尺的昆陽 開始降雪 越往山上走 雪越大 河歡山上民眾 堆起小雪人 甚至有人 幾乎全家家當都搬來 要和下雪長期抗戰 年輩 帶好幾件 都是厚的 熱水 氧氣罐 下雪 海流低溫一波接一波 河歡山終於等到下雪 從凌晨下冰線到一早七點半 零下四度飄下雪花 追雪車輛瞬間湧入 加上路旁搶拍雪景的民眾 人車塞成一團 雪季開跑 從十二月三十開始 直到明年二月底 河歡山雪季交管長達六十二天 只要結冰或積雪 預警性封閉 另外再往北走 雪山一早六點 也開始飄雪 哇 超多 雪花片片將山屋桌椅覆蓋上一層白色冰霜 而前一晚新竹尖山 海拔一千六百公尺的星光部落 出現了快閃十分鐘降雪 濃濃椰淡氛圍 我雪又越下越大樓 彷彿置身冰箱冷凍庫 全台冰封極動油感 平地低溫下炭九度 氣象鼠預估 將一路冷到平安夜 而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起碼到下周二才會回溫 寫中部綜合報導 為什麼 咦